在上次的视频中 我们向大家示范了如何正确回答面试中常见的五道问题 今天我们在为大家示范另外五道面试中常见的问题 我怎样能相信你是这个职位最好的人选的 根据这个职位的性质和我们刚才谈话内容 我推断你需要的是一个工作积极 能够设定目标并且不惧怕任何挑战的人 这正是我的工作态度 每当老板把工作交给我的时候 我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根据要求来说出自己应聘的优势 同时介绍一些经历来进行具体说明 对于这项工作你有哪些可预见性的困难 其实在工作中出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只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良好的合作精神 以及充分的准备 我相信所有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回答这个问题 最好不要说出具体的困难 否则HR会怀疑你的能力 可以尝试一下迂回的战术 直接说出对困难所持有的态度 你是如何处理别人对你的批评呢 正所谓沉默是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必再说些什么 否则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我会试着先让大家冷静下来再说 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批评 我也会试着去接受 你在过去的工作中 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争执 如果有的话 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呢也算不上什么争执啦 就只不过是工作上面的意见不一致而已 每当大家僵持不下的时候呢 我会限制图款和大家的情绪 我的做法呢通常是为大家送杯咖啡 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 先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 然后等到他们都心平气和了之后 我们在一起坐下来慢慢讨论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千万不要说出任何人的过错 一个协作团队中 成功解决矛盾是团员所必备的能力 HR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成熟且乐于奉献的你 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比较好的答案 看过了以上的视频 相信大家下次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也应该懂得如何从容回答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面子书主页和YouTube官方频道下边 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参与 谢谢 谢谢